听听故事,说说故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说说故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是古灵金,耶,又到了我们就是最后一个session了 然后通常我们在最后一段的时候啊,就是邀请就是来宾来讲 为什么他就是要从事他现在做的这件事情的初衷 好,那其实我们上一次啊,就是那个亚特他真的很厉害 他让我们就是从我们讲台语的时候,那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你从哪里来 我们有,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用从台语就可以知道说哦,什么海口菌啊 然后山羌啊,然后同安人啊,然后泉州、张州 三羌是一种动物吧 哈哈哈哈 三羌,好,对不起 嗯,后来我真的比较大说话啦 但,然后所以到这边我们就要请亚特来说一下 就是,哎,其实他,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他其实一开始是讲华语 然后后来转成台语的那个podcaster 那我们先请亚特来聊聊就是他从华语转成台语文的podcaster的这个转折的过程跟历程 嗯,然后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遇到了哪些干苦或挫折 因为有想要问挫折,你怎么知道啊 嗯 你怎么知道我想要问挫折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有一次我有听你的讲故事啊,就是你们节目其实有一个阿姨 嗯 那个阿姨是 我合作的主持人,共同主持人收红继 收红继,收红继,对啊 有一次收红继就说,哎,你说这台语能有人听啊 我就想说,说台语哪里没人听啊,有啊,我在听啊 嗯,对,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呃,就是比较资深的那一辈会觉得说 啊,你做这个能有人听到吗 可是,其实我之前有在问公一些就是 我有问过就是真的比较年长的一些公益老师 他们,他们其实就是比如说彩绘或者是木雕或是减年的 其实他们一面做就有没有做这个真的有人要饿吗 你开这课有人要饿吗 结果就是那一次我帮那个老师就是开课之后就是 那个那个叫什么啊,秒杀 就那个课就是秒杀,我每次开就是减年啊 或是彩绘的课,然后那种课就是秒杀 所以其实不是没人要饿呢 所以其实,呃,我想说他们老一辈的人会觉得说 哦,我想说这个真的有人要听吗 你做这个有人要饿吗,然后都会怕怕呢 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想像Purro的一样 诶,你知道Purro,Purro的台语,Purro的国语是什么啊 这一家的,很专业的感觉 哦,Purro的职业的 哦,专业 可是,他们说做Purro,那用穹的 这样,你们要做这些东西 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东西很奇怪 所以就是请雅特来聊一聊就是 你从华语转成台语的这个过程 还有你为什么会想要转成台语的Podcaster 呃,你要我用哪个语言讲 都可以,whatever 我相信我的听众,大家都可以接受 如果听没了,没关系,我会用 我会用那个离家,啥啥的 啊,如果没关系,可以去你的职业台语 哦,你会这样就好了吗 好,讲好 哦,应该说原本是很高兴的 那时候就像我之前说的 其实开始有起心重量的 想说要反省可以来做这个台语的类传 当然做台语的类传 你刚刚刚的一个问题是 第一,你如果想找人合作 或是好问你一定是有很多 不是每个人都会跟你说台语 还是听台语 第一,是你的听众在哪里 嗯哼 因为毕竟你如果是看前一陣子的 这个议研的调查 就知道说在台湾 这个台语为主要 使用议研的人 可能那少年人的组冠来说 可能存10%左右 差不多1成左右而已 那当然更少年就更少了 所以这个输用的主要组冠 比如说做Podcast 听Podcast 听Podcast的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 呃,年一会的抗争 大概到几回到几回 其实差不多了 大概拿出来 那这个组冠里面 还有有人在用台语 他还要听台语吗 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如果是 要考虑到许定的时钟 你都,我刚刚说的许定 不是传统许定的 就是听众的许定时钟 你都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是说做法技 比起来 绝对是有差的 像我们厨师的 刚才也有在说 凡小 我尽量做法技 直接不能清清 清清 虽然说也不算多 跟很多大型的Podcast 比起来可能不算多 但这些都是四位数 四位起跳 就是 中轻起跳 但是你 要专门 先为台语中心来做 你定义是 整个打到重脸 你会听众 是听众众 是中心重脸的 我中心在建立的 所以 你要有任何人想这段时间 就是真的 你接触不到 接触不到 要听的人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这是 这是最 你必须面对的问题 要忍受那个 修目 修目就是 修目的感觉 孤单 对不对 是是是 修目是 修这个字是 目前比例是 说是 人家说修音就是 正修音不是这样黏 但是大家的关系 也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是怎么念 念做 接触 接触 是是是 是哦 对不对 节目 没关系 对对对 没关系是这样 但是因为 很多 我们大家都常常念 修目 修目 所以 我是说 没关系 就是大家说完的关系 会顺利 顺利就好 对啊 对啊 而且 不过我感觉 也是有些看 就像刚刚我们聊的就是 你讲国 讲台语或讲华语 其实 讲台语的时候 很容易知道说 你是从哪边来的 嗯 对 对那其实这就是你的母语 然后你 很多东西 其实你必须是用台语去理解 然后才会去 更深入的理解到这块土地跟 这个地方的故事 是 就是那个我们的认知嘛 我们我们的认知 譬如说刚才你说的什么Q啊 啊 你又知道这个Q在哪里来的 啊可是现在我们就是 很多小朋友 包括说我们自己家的小孩 就是 他说 就是你跟他讲台语 哪想要讲外星语呢 哈哈哈哈 对啊 啊你的课本也是有的台语 其实我们 我们想法也是看不 嗯嗯嗯 所以对于来说 你觉得 你的想法 说台语 其实你说台语 嗯 对 就是你用台语来做Podcast 你觉得 可以做什么 其实我经常会在 节目里面 我自己做的节目里面 经常会说 啊什么所在的 空口 那就是 给我们空的怎么说 嗯 其实 这都是希望说 他有办法 动多久 动多久 我说的是空口 本身 因为 嗯 就像你说的 当变成 你给本土技研 不管你是 给客技 或台语 或其他技研也 同样 台语里面 空口 这么多 但是他 他不可能 这样帮你 因为你 变成说 我们过去 用 无意的方式 无意是对着 你的老婆 老母 嗯 对着你 他会听不懂 是 那他的台语味道要来 好好教的 嗯嗯 好好就不可能 因为这个 所在什么 空口 给你教什么 空口 嗯嗯 他就是教一般的 标准的 这个 我们说 油色Q 就是普通Q 嗯 那你自己的 空口 你代表到 你的这个 这个 所在 你在地的 这些 这些 数字的 是消息的 嗯嗯 这是没法 这是最现实的 问题 地匪 就是 大家都会 香港台语 那你 你资源 在生活中 你就会 你如果 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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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 就是 标准的 空口 标准Q 就是 我们说 普通Q 油色Q 这样 所以 为什么 我常常在 供业 这个 这个 供业的差别 是因为 我希望 他可以 留多久 就留多久 嗯嗯 这是 对我们要注意 所以你说 是怎么 打开台语 可不能看不 因为 过期的 人说 台语 像这些 好好 在家的 这些 小孩 他的老婆 没老婆 老婆 是 主人 学校台语 所以 他们的台语 是 没有学习 所以 他没有学习 没有学习 好像 会 听到 说 对啊 嘿 这个时候 叫你 中心 去 学习 文字 你当然 说 这是 你 小三 我看不 这边 就是汉字 是什么 这每个字 我到处会 我看不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们会默默地想说 你就用汉字下 这样 我其实 电脑 比较大 中心 中心 说的是 四 白 是 四 四 四 有自己的 日子 我们记得 一四 来说 你必须要知道 汉字怎么下 不然你要 下来 这就是问题 然后下来 后 你来看 你会 一个问题是 这两个字 我知道 他法 我不知道台語是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等到看語後不知道要怎麼念 所以平音就變成很重要 所以學台語的學兩種東西 你說的平音就是拼音 對,拼音當然有很多款 因為日本時代 在學台語的時候 他們也有自己學平音的方式 他們是用這個 我記得是假名的發音 日文假名發音 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標準平音 這是他們的作法 那當然我們之前有說八位字 甚至當國保有代羅 就是另外一款羅馬籍的系統都可以使用 就是像我們小時候學法 其實也是你小時候就開始會這樣說 你要不要打菜之前 你就會開始會這樣說話 你要叫爸爸媽媽 你要說什麼東西拿來 我要吃什麼 其實你很小時候就這樣說 你的時候你也沒錢啊 這樣說起來 那像我說母語還是說台語 其實是爸爸媽媽大人 其實要做的事情 是啊 就是講到聽這個部分是老爸老婆要去做的 那 他跟下這個東西其實好好有在教 那但是 就像你學會兒的時候 你學到一個會所 你剛才會這樣說到 聽你也沒錢 對不對剛才小時候也都沒錢 嗯 對 他跟他說這個日子 他的主音是什麼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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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不出是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這段的台語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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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我們不會打碟 我們以前沒有學過那個拼音 這樣 然後就是跟著小孩一起練 嗯 對 這樣 就那時候他就是 這樣其實很快 就是你就跟著小孩那個 漢字拼音就是拼一拼這樣 就是會念這樣子 啊 可是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困惑是 有時候他講的腔調好像跟我小時候想 講的那個台語好像又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 嗯 好像就是语言的统一是一件 蛮吊诡的事情 对啊 对因为毕竟台语是我们的母语 它是应该是家里就是爸爸妈妈 要跟我们说的 好在这边跟各位 就是听众朋友 如果你是爸爸妈妈的话 你以前小孩说什么话 你如果有孩子还是你现在有孩子 你还会告诉他 你小孩说的话 不然真的有时候 那个共同的记忆 就会慢慢的消失这样子 而且好 对啊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 其实我们知道的东西 就是跟我们的认知有关 那不过因为现在台语啊 就是像你现在用Podcast 我感觉 就是我为什么会邀请亚特来 是因为亚特 他是用一个很新的那个传媒 在宣传或者是陈述一个 很传统的语言这样子 那你觉得除了用Podcast 这个东西来宣传之外 你觉得 还有台语的哪些可能吗 其实这个几年 你可以发现说台语的 伺庭是越来越大 Podcast其实这是一种而已 像今年的金铁匠 你看到这样的 像最佳新人 最佳新人奖是柯拉奇 柯拉奇的歌 他那首歌也是唱台语啊 是啊 还有很多 木权很多 很多不一样的 最佳全集是什么 我记得到百合花 百合花 这有时候有时候 也跟我们在地人的动物关系 我们越来越去回头 外头去找自己的生活 观景找台湾这个地方的 过去的东西 要怎么用这个过去的东西 变成你的养分养分 变成这个养分 来去重新来在作 来去做冲组 这是当我想很多 冲组者 不管你是做Podcast 做歌曲的 做味道 做什么东西 都是开始在思考的问题 所以有越来越多 不一样的作品出来 当台语歌里面有 嘻哈 有Hip-Hop 也有这个 诶 时驚流行乐 嗯 也有像克拉茨这种 完全你不知道要怎么分类 要怎么分类 要怎么定义都不知道 各种因为像曹亚文 之前刚开始比赛 你也会听到他唱的 是 比较早期的台语歌 比较重的 但是他做的很电音 他做电音的感觉 很多种各样都不一样 所以他台语 他就是必须要一直用一直用 用过你的希望 说我没跟他一样 我做品没跟他一样 你就会开始想 我再来补一个什么 我这次补一个什么 也像这个 这次另外一个 中心的爱情 比我上的国家伟大 嗯 他的唱法、音楽、調性、風格 和過去的台語歌不一樣 你怎麼想說用台語切歌 還是用台語說的事情是一個很平常的事情? 對,慢慢變成一個動力去做這件事 說我做這個,我拍攝都是很實驚的 很實驚的 很實驚的感覺 像你剛才說笑歌就是台南Q特別的用 我說笑歌,你說笑歌 對對對,我說笑歌,但是你會說笑歌 哦,對,還有一次 台南南店說笑歌 還有那個什麼? 阿公阿嬤 不過以前,我很久以前 就是有人說要說阿公阿嬤 就是阿,用那個阿的音 對,有阿,但也有 譬如說有一句俗歌人就會說 我真的要笑歌,要介紹過的就是 我印象中是怎麼說 這麼說,因為這裡都是手擦軟 煩乳、盾塞騎 這個地方以後就是安 就是說你什麼都找老伯爐 如果自己擦的都自己 就像這種小桿俗宴 台語俗宴 所以它有很多東西 一直在中心創作 包含社群 包含很多過去的經典的作品 中心的翻譯 像台語台語 比如說這個小王子 前幾天是世界小王子 是世界小王子日 那其實前幾年就有 上次的台語的環境本 沒感覺很好耶 嗯 其實已經很多這種東西 繪本也會越多 繪本也會越多台語的 好 但是呢 雅特你有一個台語科很厲害 因為我有幫你追蹤 例如說台語的膝蓋 但是 你也可以教我們 大家幾句啊 聯繫的那個專業用語 像那個拉筋啊 什麼三頭筋 其實是沒有在 沒有在節目裡面做 主要是因為 我們當然做 創作的經營社群 社群 比如說在Facebook上面啊 在IG上面 嗯 我們可能會希望說 有一些在節目裡面 我沒辦法說到的 沒辦法補充的 我認識你明星期間 什麼東西 希望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 到的下在上面啊 那 都好 因為有在運動 所以你想 你必須要一直用一直用 你才會突然說 欸啊 這個書 還是這個事情 台語要怎麼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 怎麼說 慢慢變成大家 都習慣 慣習了 慢慢到這些書 都會用你這些東西 上面 對 台語才會一直發展下去嘛 沒有大家都會突然一個問題 就是 有些書 你說到沒了 你就必須要用法義去解釋 因為法義有去做反應 法義有中心 但是台語目前沒有 哦 因為你說 反正我不會想 平板要怎麼說 沒關係 我就說平板就好啊 對啊 就算不會說 不會說法義的人 也會說平板啊 老會的人也會說平板啊 老會 對不對 對你講這個有一個現象 是我就是 其實一直都有發現的 就是以前 那時候說 阿公阿嬤 阿公台語對不對 啊他大小孩一定會說台語 其實阿公阿嬤也沒有耶 阿公阿嬤看到的小孩 也是說法語 對啊 啊然後我 那小孩就很可愛 他就說 阿我現在要學台語啊 我現在不用學台語 我其實到阿公阿嬤那個年會的時候 可以當說台語啊 他們的邏輯是這樣耶 這其實還蠻有趣的 他們就覺得反正老了就會講台語 我現在要幹嘛講台語 對啊 對啊 因為他們沒有那個學識的規定嘛 沒有 沒有使用的必要 嗯 因為 最好都不是小孩學的教台語 都是阿公阿嬤學的教法語 對 對對對 然後阿公阿嬤的那個台語 國語 華語會越來越好這樣子 對啊 那就很奇怪了 哈哈 是啊 所以其實像剛剛您說的那個什麼平板啊 或滑鼠啊 嗯 這些其實有台語嗎 有 但是 就對於這個問題是 因為大家 沒有人去替他政策定名 說他就要給什麼名 嗯 所以很多事變成說每個人說的 可能不太一樣 那大家可以拿出來討論 我覺得這也是當地做台語的推薦上 最好勝的地方 嗯 就是 大家可以去做會替他給名 嗯 那總有一個大家特別介意的 他慢慢慢慢就變成 這個就是這個東西 會給這個名 哦 原來你是這樣 我在跟這個跟運動有關 那個台語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教的都不是一個 固定一定有 還是說他就是一定要這樣說 嗯 但是就是說 提出一個可能的說法 給大家做參考 如果你有現場想要認識台語 在這些生活當中都可以使用 這個書可以看看 反正是這樣說 哦 當然我們在使用的 一種希望說這個 他的意思是有 符合他的 真實的用意 嗯 有時候有的書 你好像聽他的 聽他的話 你也不一定了解是什麼 這是因為 大家一直替他補充 嗯 今天大家就 主人跟這個書 認定好他的意義是什麼 譬如說 記者的例就是 譬如說 情緒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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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沒有聽過 第一次聽這個話題的時候 你什麼 你也想說 這是什麼意思 就要很多解說 情緒勒索是誰的研究 然後這個意思指的是什麼 跟什麼 然後這個勒索指的是什麼 名詞解釋 對 對 對 一樣 所以今天情緒勒索 我要用台語來解釋的時候 我沒有想要再經過法義 因為他本來就是 美國來的概念 你先了解說 他的概念是什麼 我用台語的方式 說出來就可以 然後有很多樣的討論 像我之前在網路上 就有討論說 如果情緒勒索 你會怎麼去給他名字 就這個 他的台語 你會怎麼給他名字 當然就很多不一樣的人 拿出不一樣的想法 不一樣的建議 有的人都 很趣 就是他們拿出來的名字 都很趣 如果我自己來 可能就說人情共討 人情就是人跟人的關係 對 那個人情有很多的意義 譬如說 譬如說你跟小孩 一間的關係 別人跟小孩的關係 或是跟朋友的關係 有時候 共討就是 人本來也不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你就 情緒勒索 對 情緒勒索你可以想像的出來 那個感覺嗎 那個想要捱 那有的會用裝可憐 就假假可憐的路線方式 那有但是我對說 那是人情強 去吃吃吃吃 齁 就是變得像乞討一樣 把自己搞的一副 假裝很可憐的樣子 所以這是我自己會說 狀這個意思 他人Q啦 一般是說狂 狂 狂要怎樣 狂要怎樣 但是他人說狂要怎樣 我講很強 頭很強 去齁 就是 還可以分比較細 所以 當然這是我自己的反應方式 不是每一人都一樣 但是這個討論本身是很趣的 是啊 那如果說狂的運動本身就是 也沒有得到太多人 因為我們也沒有什麼外賓 但是 只是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最簡單 譬如說 女生最愛混亂就是胸肌 對啊 因為穿衣會比較好看嘛 是 你會看起來是 更穩定 更勇敢的感覺 所以胸肌是胸肌 呃 一般我比較不會這樣說啦 然後就是有一個東西 你一定要吃過的就是 雞胸肉 嘿 雞胸肉是不是雞的胸部 是 嘿 它其實就是 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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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就是胸部的 胸那個字的文言 鑫鑫 鑫 鑫其實有兩種寫法 一種如果你用在 雞胸肉上面 你可以寫成 禽獸的禽 禽就是鳥類嘛 有有 就是家裡養的家禽 鑫鑫就是鳥類 尤其是家禽的胸 胸部的肉 鑫鑫 鑫鑫肉 就是指雞胸 小時候都不喜歡吃鑫鑫肉 因為比較乾 對 但是運動的人 就一定要吃 吃起來 這樣我們都要吃 對還要減肥減脂的人 就會吃很多雞胸肉 蛋白菇 是 那另外一個寫法 它在漢字會寫成 鑫 連鑫的鑫 我不知道你知道那個字嗎 連鑫就是 呃 鑫就是一個 應該是一字旁 還有一個 鑫不住的鑫 嗯 這個衣鑫的鑫 嗯 衣鑫 就是你的暗館這個 所謂的衣鑫嘛 發起來的衣鑫 是 那個字 黏著鑫 所以它放在那裡 也是鑫鑫的 就是你鑫鑫 鑫鑫 鑫鑫這個鑫鑫 那跟鑫鑫不一樣 鑫鑫 鑫鑫是指整個胸沒有錯 可是你如果是要說胸鑫 鑫 鑫鑫肉 人的肉 鑫肉 嗯 的時候我就會說 鑫鑫 鑫鑫 人的鑫鑫 我們就不會說鑫鑫 因為男人也有鑫鑫 男人也有鑫鑫 男人也有鑫鑫 鑫鑫鑫就是這個部位嘛 鑫的這個部位 但是你如果要說鑫 鑫鑫 鑫鑫鑫 你把鑫鑫比較有彈性 對 鑫鑫鑫 鑫鑫 我們不會形容女性的乳房 就不會說鑫鑫鑫 嗯 感覺不一樣 但是你不要說 這兩種都可以說鑫鑫 男人大人都是鑫鑫 我們這場就是鑫鑫 鑫鑫鑫 肌肉是目常大家 基本上連雞肉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說 對吧?雞肉 連雞肉 那是要吃的 我是說人身體的那種 我們在訓練那種 雞肉的台語怎麼講啊? 其實沒有一個 目前為止其實也 有人會叫那個雞來念 叫法律的文言音來念 法律漢字的文言音 你可以念雞肉 雞肉 雞肉 雞肉就是文言音啦 文言的音 弱肉強勢就強勢的這個肉 也可以 那另外一種 像我自己說的 是說金肉 金肉 雞肉也會講金肉 橡皮筋那個筋肉 那是不是人家說 啊我這條筋 我這麼騙這條筋好像沒什麼鬆快 我們時候會這樣講 我那一條筋為什麼 這條筋好像沒什麼鬆快 還不太筋 那其實 可是這個筋其實就是一束一束的雞肉啊 對啊對啊 它指的其實就是雞肉 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說金肉的話 金肉 就跟日文會是一樣 就是日文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 其實還蠻貼切的 金就是我們常會覺得它是一條一條的 那雞肉其實是一條一束一束組成的 對對對 所以你就這一束的肉是金肉 一條筋一條筋的感覺 金肉其實就是我認為是最好處理 最好講的方式 還好黏 金肉很好黏啊 比基就比較好黏很多 對嗎? 金肉 金肉很好黏啊 對啊 欸 真的很酷欸 我覺得現在如果越傳統的東西 如果越會的話 其實真的還可以拿來 就 預教娛樂 然後 就我之前 我們之前有一集就是教那個草編啊 就草編的那個老師 他就說他那時候做草編的時候 有拿草編去拔麵 然後我就想到說 欸 你現在如果是要說金肉 你可以跟那個麵說 我們可以做回去健身房 健身房 健身房 健身房來練金肉 你超酷的 對啊 你說要訓練金肉 因為日記也是這樣說啊 對啊 你看人家一聽就會 嗚 這是什麼東西 一定很有趣 那其實就是去健身房練 練身體 對啊 對啊 所以有時候像 我跟台灣很家庭 孫聰老師是 老師是比較好勝的 他就有時候想說 你說你是金肉人 哈哈哈哈 是啊你是啊你是啊 日記裡面也會說金肉人 是 金肉人 就是運動 所以就是 他可以很多地方可以用 所以 譬如說你要說 某一個地方 身體某一個地方 身體某一個地方的金肉 你會用什麼什麼金 那六塊雞是 六塊金嗎 呃 我們一般比較不會這樣說啦 因為 六塊的概念 也是比較後面有的嘛 對啊 過去主要是用 部位的方式來稱呼 我們會說 北瓜 不是北瓜喔 你要注意聽到不一樣 北瓜是八卦 對啊 好像聽起來是八卦 它是北斗的那個北 哦 我們會說北來 北來 北來 北來就是肚子裡面 內臟 北來 當然也形容有沒有 有沒有內在啦 這是不一樣 但雖然說 北瓜就是 蓋在這個肚子外面的這個圓 嗯 因為這個地方 比較感到不到金肉的存在 你知道它的存在 因為 一般我們說金肉 會越來越大 一條一條 一層一層 但是 因為肚子裡面就是 半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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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靠到那個部分 靠到那個部分就是 其實腹肌 我們一般就是 主要是說這個地方 就是會用 因為它一部部而已 嗯 所以我們就會說 這是北瓜 嗯 它又分中北瓜的北瓜 哦 就是 它如果用漢肌下就是 覆蓋 就是蓋在肚子上的東西嘛 哦 北瓜 他目前習慣這樣說 我們常常說這個 核心肌群 嗯 核心肌群 譬如說要練棒式 可以幫助你的核心肌群嘛 是 核心肌群 台肌裡面的目標 也不一定的說法 但是 哪有大家 棒式 棒式不適合票 沒有 我的意思說 現在棒式也沒有台語啊 棒式怎麼說 手放在肚子 嗯 都可以不去給我 腳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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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這個姿勢是 鐵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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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清他就說中口中間這一圈 中口 其實都可以去討論說 不是百名一定要這樣用 但是有的人已經發展出一些不錯的說法 而且你一聽說 他如果說中口絕對不可能說你的腳 說你的手 說你的頭 因為打開了就有的 雖然說這個台語是新的 但是你一聽就覺得 你就知道Bingo就是這樣 對對對 因為當中心在反應的時候 中心在後面的時候大家會去想說 要怎麼說才可以跟他的實質的進行 更符合 更符合 對啊 那這就是一種傳統語言的 活化的一個概念跟過程 是是是 哇 雅特你做一件好厲害的事情哦 哈哈哈哈 跟大家分享生活啦 生活中很多可以用的中心去找回來 是啊 是啊 好 所以啊 我們的聽眾朋友 我們 大家各位朋友啊 如果你想要就是 重新認識台語這個語言的話 歡迎大家就是Google一下 雅特說說話 是 雅特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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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好 我是故意講錯的 因為這樣雅特才有多的 多的機會再繼續就是糾正我 感謝感謝 對好 那大家可以Google一下雅特聊聊天 然後去訂閱他的頻道這樣子 然後讓我們的台語 讓我們的台語有新的死命 生命 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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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新的發展 對 漢字聲 性命 嗯 那如果 講求我就說 生命 對 對 生命 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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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好 有新的死命 有新的世界 好 是 是 今天 很感謝雅特來我們的節目 這樣 希望後一次有機會 再邀請你來我們的節目 好 謝謝你 好 拜拜 拜拜 哈囉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今天的節目 你們還喜歡嗎 如果你有想要知道 卻遲遲不知道 從哪邊了解起的 文化或跨文化相關主題 都非常歡迎您傳簡訊 或留言來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力邀請 從事相關工作的老師們 來節目和我們分享 他們精彩的故事 以及理想 我是古林金 再次感謝您 聆聽我們的節目 並且感謝這次的 節目後製 張永橋 行政執行 陳文如兩位堅強的後盾 讓節目得以順利進行 同時也非常感謝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對於本節目的肯定 與贊助 我們的節目 將以一個月一個主題的方式 邀請從事傳統藝術 文化相關的朋友 來和我們聊聊工作中 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請正在聆聽節目的你 不吝惜按讚 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禮拜頻道上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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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